4月23日 由在美国哈尔滨级杰出人士组建的美国哈尔滨联谊会成立大会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大会在庄严的美国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哈尔滨联谊会在美国落地是我们一直的想法 而且我们哈尔滨老乡们一直有这个愿望 这个协会的成立主要是我们是草根的协会 是哈尔滨的乡亲们在美国展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相亲相情的一个平台 我们主要是以哈尔滨的香肠 哈尔滨的大脸巴 哈尔滨的我们马蒂尔的冰棍 为题目使我们大家联系合在一块 回想家乡松花江水养育我们的恩情 我们是这样的出发点也不需要更膨胀 也不互相得天独厚的更大 我们需要草根的性格使大家团结联谊在块 在美国所有所得互同有无 互相关心互相爱惠这样一个联谊会 当地的侨团社团代表各兄弟联谊会的负责人 在美的哈尔滨及侨胞 以及各界来宾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我们建立这个美国哈尔滨联谊会 就是为了让我们哈尔滨人在美国 有一个像家一样感觉的这么一个组织 我们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共同在美国进行创业 我们还要和我们家乡的 我们哈尔滨的市政府 和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进行文化经贸方面的交流 我们共创美中两国的一些经贸活动 哈尔滨联谊会一定会为美国和中国的交流友谊 做出应有的贡献 成立大会上 哈尔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美国黑龙江商会 也发来贺信 表示顾客 我愿意在这个联谊会里头 在中美关系上起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起一个一带一路的作用 祝愿联谊会越办越好 成为中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美国中医师乐团 参加了哈尔滨联谊会的成立大会 并进行了专业的表演 演出的节目有 契约合奏 南高音独唱 契约三重奏 女高音独唱 湖鲁斯独奏当起 在这里呢 我代表沈阳总商会 对哈尔滨联谊会的成立 表示热泪的祝贺 因为我们都是东北的几个大城市的 联谊会或者是商会 那将来呢 我们要加强合作 互相支持 为东北的振兴呢 我们一起来架起 东北和美国的桥梁 为东北的振兴做出贡献 期许我们那个哈尔滨联谊会 能够在美国来起到 这个美中经济文化贸易的桥梁的作用 而且 中心的祝贺 哈尔滨联谊会 能够费易昌盛 美国哈尔滨联谊会的成立 是在美华人华侨的一件盛事 也是海外的哈尔滨人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心系家乡 团结奋进 勇敢拼搏 事业发达的象征 我衷心地祝愿 我们哈尔滨新的联谊会 能够更上一层楼 能够更好的团结 在海外的桥胖 和美国的大众 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希望今后我们两个会之间 可以加强合作 取得更大的成绩 美国哈尔滨联谊会的成立 为哈尔滨市与美国的经济 科技文化交流合作 提供了交流平台 也将大力弘扬 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 阿尔滨联谊会 站 阿尔滨联谊会